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楠,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 21世纪航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中核动力航母是航母当中最为亮眼的明星 目前中国已经拥有了两艘航空母舰 那对于核动力航母,中国要不要建造 事实上,据中船重工消息披露 国产首艘核动力航母已进入科研公关阶段 有望在2025年前后一步到位 这一消息可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 美国人都非常惊讶,速度为何这么快 航母本质是作为一种进攻兵器来使用 没有航母的国家,在大洋上作战非常吃亏 核动力航母无需自带燃油,航程接近无限 进攻作战能力要比普通航母强上很多倍 目前美国是世界上首屈指的核动力航母大国 拥有11艘核动力航母,而法国也就算半个 那么中国有没有建造核动力航母的能力呢 核动力技术中国在上世纪就已经完全掌握 并制造出了一批先进的核动力潜艇 然而核动力航母的建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专家指出,建造核动力航母最大的难点就在于 航母使用的核反应堆 法国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就是因为核反应堆技术不足 最大航速只有28节 也就是说,航母用的核反应堆必须重新研制 尹卓将军在央视上不止一次说过 我国的电子弹射技术已经成熟,而且比美国的更可靠 据悉,中国的核动力航母预计在2025年前后就可以真实下水 俄方都称中国瞒得太深了 届时中国将成为目前世界上第三个拥有核动力航母的国家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众爱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